全世界都在等 等习近平说话 他到底会说什么呢 因为俄乌战争 满周年就在明天2月24号 我们看到所以中国大陆呢 预计要发布 乌克兰和平计划 那么主要是阐明中方 用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立场 但诡异的是 发行社的报导 这一名乌克兰官员说 中国并没有跟我们协商 任何和平计划都不应该 越过基辅红线 就是联合国宪章里面 包括尊重乌克兰的领土完整 那乌克兰的外交部长也说 知道中国和平计划的关键内容 但是在形成意见之前 他必须要看到整份文件 那俄罗斯呢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说 中国合作伙伴 向我们介绍了 他们对乌克兰危机根源的看法 以及政治解决危机的方法 但没有谈及任何单独的计划 这很妙咯 这等于是习近平的和平演说 完全是独立于俄乌之外 那这一份和平计划 我们可以这样讲吗 那就会是真正的第三方 公正公平 可以这样说吗 会起了一个什么样的实质作用 我就先看 目前习近平的态度很简单 因为普丁组继续战 拜登也组继续战 所以双方两方都要继续战 而且双方都不认输 那这样的一个情形下的话 欧洲广大的民众希望停下来了 全世界广大的民众 也都希望这个战争能够止战 所以和平是主要的声音 主要的力量 那王毅这次到慕尼黑 接着到莫斯科 其实主要一方面是听取意见 二方面是传达想法 那听取意见 我们先不谈这个 跟欧盟其他国家的意见 我们只谈当四方双方的意见 所以很明显的 是应乌克兰的外长的约 也就是乌克兰的外交部部长 约王毅见面 那王毅也听了乌克兰的想法 王毅也很明摆的把他的想法 有跟乌克兰做了一个传达 所以彼此之间是有沟通的 接着又到了俄罗斯 也做同样的一模一样的事 那这次是直接跟普丁的一个对话了 也跟普丁做了一个陈述跟报告 那是规格是很高的 而且我们看到那个规格很特别 普丁还是在他一个 令人恐惧的 那个非常长的那个会议桌 但是这一次是双方坐在这个短的 最短的那个距离之间 跟马克宏的做法不一样 跟马克宏的做法不一样 马克宏是坐得很长 而王毅坐在这个普丁的对面很短 所以双方之间就表达 这个是对俄罗斯来讲 是非常非常高度的 看重王毅的来访 那王毅也有传达 这个习近平问候之意 那普丁也有传达那个感谢 然后也问候习近平 也邀请习近平到这个春天的时候 到俄罗斯来访问 但是我觉得不约而同的 俄罗斯的外长跟乌克兰的外长 他们讲的话却一样 对 两方是打仗的人 结果两方的主管外交的外长 讲的话都一样 而且他们两个还共同传达一个共同的讯息 也就是说乌克兰的外长说 他现在正在研究 中国提出来的全球安全与和平方案 然后俄罗斯的外交部部长也说 他正在研究这个全球安全与和平的方案 我觉得这个代表什么意思呢 代表王毅对两方的讲的话是一样的 然后所以双方接到的讯息是一样的 没有偏袒哪一方 我觉得这个在外交上是不容易的事情 第二个呢 王毅提到的有关于领土主权的问题 提到的有关于战争的问题 其实很大一部分就在这个 全球安全的合作方案里面 所以双方的外长都会说 他们会去研究这个方案 所以我估计 我估计习近平的一个讲话 一定会先对于战争的来龙去脉 到底是一定是俄罗斯错吗 或者是中国会提出自己的见解 那这个由世界各国大家来看 目前160个国家的见解比它站在中方这边 那所以中方要说服的是欧洲的民众的意见 我觉得这是第一个部分 第二个部分里面难的地方是在于怎么解决 是呼吁还是提出有效 如果只是呼吁那是一种态度 和平的态度 但是如果能够提出有效的这个方案 那就不一样了 而这个有效的方案是双方的领导人 也就是俄方跟这个乌方领导人都有兴趣 那这个是中国大陆的影响力跟威望 就会升高了 而如果这个方案是不利于美国 却有利于双方跟欧洲 那美国一定会反对 美国一定会想办法从中破坏阻扰 那美国很有可能就会成为一个 不希望只占的真正的罪魁祸首 也就是说如果这个方案 能够把美国的真面目解开 这个战略高度就不得了 那是人类间可能是最高级的智慧了 那我们当然也在看 我估计可能还不容易做 但是美国是自始至终跟英国 是反对止战反对和平的 那如果能够把美国这个部分凸显出来 我觉得情况就不一样了 因为在这次王毅的演说里面 他就有说本来习近平在战争的第一时间 就打电话给两方 特别是给普丁 普丁没有多久就启动了谈判 而且第一次谈判 第二次谈判都有进展 到第三次的时候 快要有进展的时候 为什么谈判突然间破裂 为什么再也谈不下去 而为什么一打又打了一年 这原因到底在哪里 是谁不想看到他们谈判和平解决 是谁想看到战争继续进行 难道各位猜不出来吗 应该已经猜出来是谁吧 呼之欲出 那关键时刻就在明天2月20号 大家都在等习近平的这一份和平演说 也就是乌克兰的和平计划 所以这样听起来 左老师 左教授 所以这份计划应该没有办法 让全世界都满意都买单吧 我想没有一份计划 没有任何一个方案会得到所有人赞成 这是一定的 重点就像刚才赖老师讲的 就是说是不是一个有效的方案 是不是能够真的让双方的立场 能够拉近一步 能够早一点通过谈判来解决 目前的战争的这个困境 那现在其实一个比较值得观察的 也是这一次布林肯在 慕尼黑所提到的一个可能性 就是说中国大陆会不会对俄罗斯提供武器 那这个大概现在出现的一个拔河是这样 是两个问题之间的拔河 第一个 中国大陆有没有可能对俄罗斯提供武器 简单来说 中国大陆过去 在过去这一年 其实是有持续向俄罗斯进口原油 但是不是只有中国大陆如此 还有很多国家 包括印度也同样做这件事情 那但是中国大陆并没有向俄罗斯提供武器 那现在的一个问题是 如果中国大陆想要在和平方案上有所进展 它必然要有一个筹码跟杠杆 可以去影响俄罗斯 那么提供武器变成是一个可能性 它考虑的点是在这里 就是说它要用什么样的方式 可以去影响俄罗斯 那这当然也是牵涉到 为什么习近平想要介入这场战争 就是想要介入这个和平的谈判 原因是在于说如果俄罗斯被打垮了 中国大陆可能也就觉得它会被孤立了 所以它不希望俄罗斯打垮 而俄罗斯不被打垮 不是只是在战场上求胜 最重要是要尽数通过谈判去取得和平 这个是对所有人都有利的方案 所以这是为什么习近平希望 能够有进一步的行动 去促成和平这个谈判的开始 那好了那如果中国大陆希望去影响俄罗斯 不是应该美国跟这个西方应该乐见其成吗 但显然也并不尽然 原因就在于说如果中国大陆提供武器给俄罗斯 是不是会使得俄罗斯变得更坚定 更难以去妥协呢 这当然有一个风险存在 不过更重要的是说 美国到底希望或者不希望 中国大陆扮演一个积极的角色 我认为这可能是另外一个因素 美国可能更希望是中国大陆 去成为跟美国跟欧洲 制裁俄罗斯的一个伙伴 而不是在俄罗斯跟西方之间 扮演一个中间者的角色 扮演一个俄罗斯 更像俄罗斯盟友的那个角色 所以现在的这个拉扯就变成是 美国可能会要考虑 对中国大陆进行制裁 如果中国大陆这个真的提供俄罗斯武器 可是这只是我刚刚讲的第一个交换 第二组交换是什么 就是如果美国跟欧洲 真的希望中国大陆不要提供武器 甚至进一步遵循欧洲 跟美国所提出的这个制裁方案 那美国是不是应该撤回 对中国大陆的科技产业的制裁 因为包括最近通过联合日本 荷兰这些 那这些其实并不是中国大陆 犯了什么错误 或者说在国际上采取什么跟美国敌对的行为 而是因为他认为中国大陆这些科技的发展 已经超过了美国所能够容忍的范围 好 那所以中国大陆现在就把这个拿来作为另一组交换 说如果你美国不撤销这些制裁 那我可能就要采取我前面所讲的那个行为 所以这是另外一组的交换 所以现在双方等于是在进行一个大的谈判 而这个大的谈判里头 到底最后会谈出什么样的结果 明天习近平的这个发表的这个谈话 只是第一步而已 后面还要看双方 因为双方现在能够有的这个接触的管道 非常的有限 所以通过这样子一个有限的外交沟通管道里头 能够谈出什么样的结果 我觉得还是有很高的不确定性 好 虽然这是大型的谈判 尤其就在这个王毅见了普丁之后 是让美国真的开始焦急万分 尤其确定的消息是在不久的将来 习近平也将要见普丁 所以在俄乌和平的这一局 目前看来是不是中国的角色占上风 那所以刚刚特别提到了美国的动作 也就是讲说中国大陆是不是要提供武器 给俄罗斯的这个部分 西方国家有注意到情报显示了 中国在对俄罗斯武器供应方面 可能放弃之前的自我克制 美国官员就说了 拜登政府正在考虑要公布 他们所认为显示在中国 在考虑是否向俄罗斯 在乌克兰的战争提供武器支援的情报 美国务卿布林肯也说 他在与王毅会晤之后 发出了公开警告说 中国正在认真考虑向俄罗斯提供武器的问题 而大陆外交部办人汪文斌回应 说美方作为乌克兰战场最大武器的提供者 不断抹黑中方可能向俄方提供武器 这是干扰阻碍 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进程 损害中美关系 希望美方如果有真正价值的情报要提供的话 应该多提供一些关于北溪管线爆炸事件真相的情报 来了一记回马枪 所以在这边我们讲说 现在不管怎么样 美国是有恐吓的意味 现在是恐吓不演了是不是 还是有影射的杀伤力最大 那中国求求你 求求你快点公布情报 对 我觉得目前来说 这个中国大陆在俄乌战争里面 到底走向是适合适战 它的角色越来越关键 那的确就像刚才所提到 其实过去一年来 其实北京的立场我们都很清楚 其实从一而终 就这么几个 劝和出谈是主轴 和平解决 尊重各方的领土独立 主权完整 然后是反对单边制裁 但是也顾虑到俄罗斯的安全 和合理的安全的顾虑 这些都面面俱到 但缺了什么 缺了可能就是明天 在习近平演说里面会提到的 那你的政治解决方案 你的倡议是什么 你提出的一些 让大家能够坐下谈判桌 有可能解决问题的方案是什么 这是最难的地方 但是这种立场我觉得 在现在的当前的氛围之下 其实还是蛮不容易的 因为刚刚有提到说 欧乌双方基本上若是对 对照这个普丁的国情咨文 再对照咨文之间的讲话 基本上是南辕北侧 没有任何一丝一毫的空间 就是打到底 占到底 所以当这个拜登在华沙点说说 这个乌克兰打多久 我们就挺多久 其实应该倒过来看 我们能够挺多久 是乌克兰能够打多久 最重要的原因 这是后面美国的角色 其实是非常关键 所以我会觉得说明天 这个习近平提出的方案里面 他的牛肉是什么 我觉得是最重要的地方 那我并没有到很乐观 因为我觉得后面 还是要看美国的态度 即便我们都知道森林涂炭 但只要美国认为说 应该继续战到最后 迎接最后的胜利 我觉得泽伦斯基基本上 他的主动性并不高 但是现在北京要做的是 增加主动性 在这个议题上的发话权 我觉得他要做的是这个东西 那今年我觉得 如果能够朝向 暂时性的停火停战 我觉得就已经是 还不错的结果 有这个机会吗 我觉得这机会 我认为第一大机会 还是继续打下去 持续的持久消耗 可能性最高 最理想的也不过就是 暂时性的 就是大家默认继承了事实 各自的势力范围 稍微休息一下了不起 要能够达到个 长治久安的 这个政治解决方案 我觉得除了中国大陆的主动之外 我觉得美国态度是关键 但眼看现在 当拜登讲到这样 豪气万千的话的时候 我真的不认为说 乌克兰有任何一思一好 能够怎么讲 上谈判做这种可能性 真的很不高 这听起来还是很悲观 连暂时停火的机会 可能今年看来都相当渺茫 教授 我觉得现在第一步 确实应该先主张 暂时停止军事行动 暂时 我觉得有两个条件是比较好的 虽然刚刚大宗兄有提到说 目前来讲 这个美国的态度 说你要打多久 我给你多少 那很硬 但是我觉得 即使你美国要给坦克 要给大炮 要给武器弹药 美国还是需要时间 因为现在他们的弹药库 都已经见底了 那我觉得 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下 特别是飞机 那更需要时间 俄国的弹药库 其实也供应有点困难了 所以其实双方都需要时间 这也就是为什么 目前打得很小规模 而且等于是有点像 西线无站式那样的 很小规模这样子 打一下打一下打一下 那么每天传出来的 就是几十个人 上百个人死亡这样的 一种小规模的 这种短兵相接的冲突 所以我个人是认为说 先停战 我觉得这个条件是存在的 这第一个 接着呢 就是停战之后 是不是说 就地大家停止军事动作 那是不是联合国要介入 或者是有第三方来介入 作为督察监察 这样的一个情况 或者是用间谍卫星来监察 然后第二个呢就是 双方是不是可以做初步的 这种磋商 那我觉得中方可以提供场地 也就是我觉得中方可以说 那我们远离是非之地 你们到中国来 我们到中国来 双方先坐下来 尝试地提出各种条件 不管你怎么举手 事在高都没关系 但是先开始谈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可行的 也就是说先停下来 先开始谈 让欧洲也喘一口气 让能源价格也喘一口气 让大家在经济 因为春天快来了 也需要耕种了 大家也都能喘一口气 我觉得这个部分里面 事实上是会得到 大部分人的好感 中美对抗是方方面面 而美国海军部长呢 在昨天 他居然说 中国大陆用奴工造舰的部分 和美国追不上 他是怎么说的呢 这位美国海军部长戴杜罗 他说中国大陆海军 相较美国具有显著的优势 包括舰队的规模更大 靠的是奴工 而有更强的造舰产能 这番话 连他们美国自己的人 都听不下去 专家就说 美国专家说 中国大陆拥有 大量的合营人力 在攸关国家安全的 高科技 有没有 高科技领域 使用奴工一说 听起来真的很不合理 那戴若部长提到 解放军 海军今后几年的舰艇数 可能达到400艘 目前大约是340艘 反观美国只拥有不到 300艘的舰艇 这个部分他是承认了 就是美国输给中国大陆 因为美国海军造船厂的 产能没有办法和大陆匹敌 为什么 因为以船屋造船厂来讲 有没有看到这边 中国大陆有13间 某些情况之下 他们造船厂的产能更大 一间造船厂的产能 就能够抵美国所有的船厂 这构成真正的威胁 你看到 这是大连造船厂 同时在建的5艘 0520D驱逐舰 导弹驱逐舰 一个船屋里面 就可以同时建造5艘 所以就也认了 完全比不上 这个部分 他讲的是奴工来造舰 是造舰 造舰不是高科技吗 讲得好像在造独木舟一样 然后我们看下一页 来看到美日本智库 做出了2026台湾有势的兵推 结果会如何呢 请导播给我们下一张 这是今天网上最新消息 就是来自日本智库 在上个月进行了台海危机 兵棋推演 兵推剧本设定是 2026年解放军企图登陆台湾 美日将在台湾付出严重代价之后 以惨胜解放军告终 换句话说都惨 有没有这边自卫队 日本自卫队 美国 台湾军 还有中国军大概死伤的状况 折损的状况 那最后的结论就是呢 中国会输 那是大家都很惨 美日台是惨胜 请教教授怎么看 日本死了2500人 美国死了10700人 台军13000 韩被俘落了 然后大陆要死亡4万 所以意思也就是说 解放军的作战能力很差 所以日本人的作战能力很强 死的人数很少 这个兵推我觉得笑一笑 原因很简单 日本的整个国家的境内的所有的军事基地 全部都是在解放军的导弹的射程的涵盖覆盖内 不管是陆基的海基的空基的 所有的军事基地全部是在导弹的射程内 那如果日本跟美国一旦要介入台海的战争 怎么可能说战争就在台湾这个地方打 我觉得日本人太久没打仗了 战场不是你来决定 战场基本上来讲 以我对解放军的了解 解放军绝对不可能把战场的主动权交在对方手中 解放军绝对不可能由你来选拼战场 基本上来讲 解放军很相信战场主动权 要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里 所以你只要开战 你只要介入 那中国大陆对源头进行打击的可能性很高 那对于源头 也就是对于你所有的军事基地的源头打击的可能性很高 在这样的情形下请问一下 日本的军人怎么可能就死伤2500人 那你美国使用日本的军事基地 介入台海的战争 你美国在军事基地内 还有多少的船舰战机能够存活多少 我报一个很大的问号 那你美国没有前沿基地 你除非你美国应用菲律宾作为前沿基地 可是菲律宾的法律规定 它的军事基地不能够提供给美国 作为对于第三方的安全危害所使用 所以按照它的法律规定 美国不能够使用菲律宾的军事基地 对中国大陆进行攻击 或是介入跟中国大陆的攻击 因为不然的话 菲律宾就要关掉它的军事基地 那这样的情形下 你美国也顶多就是要不就是从关岛 要不就是从夏威夷 这么远的地方要进入中国大陆 到台湾来进行攻击 那你的海军跟空军的存活力有多少 我觉得这个日本有没有算清楚 第二个那解放军怎么可能 我就是只能够在台湾给你打一场仗 我怎么可能不打你关岛 所以轰6K早就已经到关岛 进行多次的这种空对地 空对于这个海军居地的 空对海的多次的演练 还有解放军的中程弹道导弹 跟洲际弹道导弹可以打击到夏威夷 怎么可能打不到呢 那这样的一个情形下的话 你美国人怎么可能死一万三千人 而且呢你是长城的奔袭作战 赶赴台湾这个战场 怎么可能死那么少的人 然后另外台军说一万三 我就不理解了解放军的火箭炮 长城火箭炮都可以打两百五到三百 公里台湾海峡平均才一百八十公里 那你从台湾海峡就是台湾的沿岸 到中央山脉也不过不到两百公里 不到两百公里等于是解放军的 长城火箭弹不要讲导弹 精准的导弹 从长城火箭弹做密集的攻击 都可以对于台湾的这些军事基地 进行严重的一个几波的打击 那有声战力都还不用出 全部用的都是火力而已 也就是说在战争的初开始的时候 都用火力打击 都不用有声战力直接进入这个战场 那这样的情形下 你美国怎么奔袭来呢 你日本怎么奔袭来呢 我觉得一旦奔袭你的日本的境内 也是中国大陆的打击范围内 讲到这里我就觉得 这些美国跟日本的智库 怎么越来越脑洞 因为这一份跟美国华府智库 CSIS在一月公布的这个兵推 一模一样的结果 可是之前的兵推都是输 那怎么会佩洛西来了以后 整个兵推反转变赢呢 这不可逻辑 佩洛西来台湾到现在才多久 美国跟日本的军力提升180倍 那教授因为在这一份日本的兵推 剧本当中 里面特别提到了一个关键 也就是说这场战争 不管怎么样情势演变 反正三个星期之内就会结束 有可能吗 三个星期的结束意思是 解放军惨败 解放军就东部战区来战 我就还是想不通 解放军怎么可能就东部战区来战 现在整个大西北 整个西部地区跟俄罗斯的 这种关系好到不行的情形下 他为什么不能够从北部战区 从南部战区 从中部战区里面调研军队 后援军进入这个东部战区里面来 怎么可能打这场仗 就是东部战区 而别的军队不会调研 更何况中国大陆不缺兵 中国大陆14亿人口 他们每年的大学生就 八百八九百万人 那你不用讲那个一般高中生了 所以他一年可以增掉的兵 一两千万的有升战力 再加上已经退伍的这些 而且还年轻力壮的 再重新回忆 那这些兵训练的时间更短 马上就可以投入战场 你美国跟日本是募兵制 你美国跟日本的兵是 赚钱是养家活口 一旦打仗要死人的时候 就没有人要当兵 你别想你能够募到兵 你最后你要不你就动员 用真兵 你敢动员真兵吗 你全国跟中国大陆 你介入台海的战争的时候 不会形成中日的战争吗 怎么可能战争你规定 只能在台湾打你不能打我 日本打你不能打我 东京的横须货军港 你不能打我这个普天间的军事基地 鬼才信你讲着这个胡话 你已经介入台海的战争 中日一旦开战的时候 你的全国的任何军事基地 都是解放军的攻击范围内 我一听到这些弹头军人讲话 算了这个水平 但是维持这个水平很好 美国跟日本的军人高届军官 尽量维持这个水平非常好 不过您讲到这个奴工的问题 我导师必须要说两句话 造军舰高科技人才 其实连电焊工 那个技术都非常的高 因为军舰不是一般的商船 它的甲板是很厚 那个锻造技术都不是一般的锻造技术 帮个忙嘛 美国还是维持这种海军部部长的水平 尽量维持 我觉得尽量维持这种水平 很好 你这个大国就一直维持这样 非常好 奴工造舰这个部分 这个卓尔教授听了也想笑吗 我想军舰并不是一个玩具 并不是一般人想造就造了 像我们在座的我们这几位区 可是美国海军部长 想的跟玩具一样 这个其实奴工的这个问题 其实吵了很多年 那我觉得最不可能发生 就是在高精密的武器上 这个军舰造出来 你要能够在海上能够航行 能够在各种各样困难的海上里头航行 还能够作战 它的要求是非常高的 这不是一般人可以做得到的 那我当然觉得现在美国对于中国大陆的军力的快速提升 当然一方面是对美国来说是很大的一个冲击 另外一方面他们也还没有办法完全了解到 就是中国大陆它内部的成长的这种 军力成长它的一个动力 动能跟它的一个逻辑 当然另外一方面它也有很大的国内的听众 所以它其实很多的说法 有时候我们看到了 如果只看到它讲了几句话 大概都很可能是满足国内听众需要的一些描述方式 那不是表示它真正的这个 不见得是美国对于中国大陆军力成长 一个严谨的评估 他们有 但是他们的政治人物在讲的时候 就是有时候往往是一种表演 那事实上严格来说 中国大陆的这种海军的军舰的成长 跟美国是完全是两个路径 因为美国是它在20年前 它的制造能力最强的时候 它想要制造最尖端的军舰 所以它一直是在求技术上的创新革新 所以就延宕了它整个造舰的技术 那中国大陆它是反过来 它是从民用的船只开始发展 它的整个量产的能力 然后再从民用的结合 它原本就有的一定的这种军事工业的基础 所以它才会快速地有这种快速造舰的能力 而且它是等级成长 等比急速地在成长 就越来越快越来越快 那所以它的这个路径是不一样的 那现在美国现在很显然处于落后 所以它想要把它自己的造舰的制造能量再拉回来 可是它如果没有能够在全球的造船业里头 它长有一定的这种量产的能力的话 你现在要重新去启动 其实是很慢的 这是美国最大的一个忧虑 因为它没有那样子一个大的民间造船的这种能量 在那边作为它的基础 所以它现在要想的办法 可能就是要通过它的盟友共同来努力 而不能它要通过它自己来 可能已经是没有办法 好那因为现在反正美国一直让所谓的 中国威胁论持续发酵 中国也不忍了好不好 反击了 这是中国大陆的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 他说中国根本无意击败美国 最重要的是 也不想变成另外一个美国 好那因为他说美国一些人总说 中国要在世界上取代美国 事实上中国无意 而且也不想将自己变成另外一个美国 为什么它列出了十大理由 好这十大理由我们列出了其中几项 比较重点式的 请导播给我们下一张 带我们来看到这个华春莹 他这十点怎么反击的 第一个理由是中国从未对少数民族进行屠杀 掠夺和种族灭绝 也绝对不允许我无法呼吸的事件发生 第二个理由是中国从不允许 1%的人口拥有财富 相当于90%以上的人口拥有财富的总和 以及中国从不允许他们的人民遭受大规模的枪击事件 更不可能让孩子们在校园里被枪杀 同时中国不允许毒品问题困扰国家 并导致每年10万人以上的死亡 中国从不侵略别国 以及搞殖民扩张 还有中国从不干涉别国内政 也从不在国外寻找扶植代理人 大宗教授 华春莹这当然是酸度破表 但好像也难以反驳 对 华春莹十连发 其实看起来是酸度破表 但是老实说有几个地方 也直击到了可能是美国的痛处 因为我们可以看 其实过去美中之间在类似意义上 你来我往其实不是新鲜事 常常有 因为比如说每一年国务院都会发表 世界各国人权报告 其实大家看的重点是什么 看美国的报告里面 怎么写中国大陆 那待这么多年来 待都差不多 比如说什么政治结社的自由 宗教 或像这几年的新疆 维吾尔 香港等等 但是如果我们看 通常中国大陆会早就准备好 当美国的国务院的人权报告出入之后 中国大陆基本上就会发布 所谓的美国人权报告 那其实这一次华春莹所讲的东西 在历年来 中国大陆版本的美国人权报告里面 大家都点出来 它就直击整个重点 就是说比如说种族问题 非洲裔的人口在美国 比如说这几年很多的事件 被暴力的对待 或是被警察出炉的对待等等等等 是一个 还有校园枪支 因为中国大陆会认为说 这个人身安全 人身自由 这种暴力的防范 基本上是人权很基本的一个部分 可是当你连这个地方都没有做好的时候 基本上就不要对我来说指指点点 那还正面还提到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是财富贫富差距 基本上贫富差距 西方的这种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 其实最明显 就是说资本主义有它的优点 不容否认 但是其实资本主义下很多阳光照不到的地方 那种贫富的差距 如果没有靠有效的政府的功能或社会福利 其实很多人过得非常惨 所以他这里面也直击了美国 所以要讲华春莹 当然有种好像回到那种战外交的感觉 但里面直击几个重点是 美国也不太容易去做否认 所以类似这种你来我往 我觉得还是会持续下去 好 那不过来看到美国总统拜登 他这一次真的辛苦他了好不好 43个小时密集出访 毕竟80高龄的老人家真的累坏了 因为他在登机的时候又跌倒 好 这是你所看到呢 拜登20号晚间结束了波兰行程 搭上了空军一号 结果呢 他走到最后一段路的时候呢 一个往前倒 其实他整个是倒下去 在画面当中其实是一秒钟是消失的 好 那为什么这么累 这个是难为他折腾啊 拜登搭乘凌晨4点起飞的专机 经过德国抵达了波兰 接着转达10小时火车到了基辅 和泽伦司机会面之后又转往 华沙与北约东义九国领袖会谈 这过程43个小时 他都没有办法好好休息 那事实上呢 这不是拜登第一次跌倒了 他之前呢 在2021年3月刚刚上任之际 也被拍到在登机爬这个楼梯的时候 一连跌倒了三次 所以当时美国人也很担心说 是不是健康出了点问题 但是问题是 你说老人家这么辛苦 还是有点代价 我们来看到美国内部的最新民调 拜登支持率回升了 46%这是一年之内最高的 进广告之前呢 因为教授在笑被我听到了 笑什么呢 因为美国的民调起起伏伏 那么之前高 然后往下走 现在又回升 这是好事 但是能够维持多久 能支撑多久 这也要看拜登之后 对国内问题能不能好好的解决 因为国外的问题 美国能够施展的空间 说实在话真的是越来越少了 尤其是乌克兰的问题 我觉得对拜登来讲 他有隐忧 有两个隐忧 第一个隐忧就是 共和党如果他们的审计团出发了 开始对于乌克兰 因为美国的共和党 他基本上是不赞成 美国给乌克兰当成一张空牌支票 让他随便签 无限制的这样供应 支持乌克兰 所以如果美国的审计团 尤其共和党组成的审计团 进入乌克兰 发现里面的贪腐的情况很严重 发现他们所提供的武器弹药 很多流入国际黑市 特别是被国际恐怖主义 拿走买走 这个情况的话 那我想这个对拜登来讲 是一个添大的丑闻 这个可能事情很大 所以我们注意到 泽连斯基在美国的 共和党的审计团 还没有来之前 他们突然间开始内部整肃 换掉好多个部长 这代表事实上 这些贪腐的情况 早就在一直在 因为在开战前 一年前的时候 乌克兰就是全世界 贪腐最严重的第146名 非常严重 不过美国这种 拜登支持度回升 回升之下有个隐忧 同时一份民调我们来看到 这是美国人支持乌克兰的热情 正在消退 支持军援乌克兰的美国民众 从去年43%降到了现在 只剩58% 所以一般评论认为 这可能成为2024大选的政治足球 也就在这个部分 确实是拜登的一大痛点 所以换句话说 拜登这一次快闪访问基辅 没有办法提振 美国人支持度了 在乌克兰这一块了 如果说因为美国人崇尚英雄 崇尚胜利者 如果说在2023年 俄军真的把整个乌冬战场 把它反转过来 我觉得乌军如果开始节节外退 原来收复的地方又丢掉 然后还输掉更大一片土地的话 这个时候俄军开始主张说 那就现有的地来进行和谈等等 如果一旦到B的压迫乌克兰政府 必须要和谈的情形像说 拜登的乌克兰政策就彻底失败 所以我看到这个目前美国的共和党 他现在一直在咬拜登的乌克兰政策 我觉得咬得对的话 那如果乌冬战区如果一旦翻转 拜登很有可能他的政党 在明年的选举就会很糟糕了 因为等于是证明共和党是正确的 因为特朗普一直在说 我出马48小时搞定这样的一个情形像 已经看到共和党的轴心 已经放在这个地方 所以美国要求他的盟国无条件的 甚至大输血的给这个乌克兰的支持 甚至都扬言不排除用这个战机的情况下 我觉得这个战争的态势来讲 坦白说对拜登来说 有可能是影响他能不能连任的 重大的一个转捩点 百黄XO干贝酱 这款干贝酱里面真材实料 比方说它有这个严选的大干贝 那么另外在这个里面 你还可以吃得到这一颗一颗的鲍鱼 非常非常的新鲜而且肥美 欢迎大家可以利用我的 CTI-798的代码来上网代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兰暁 询阅 转发 打赏支持兰暁